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仔细看过那份邮件后 才知道事情不简单 就这样 东瓜曝光了那份不完整的求助邮件 将上面相关人士告上了法庭 起诉他们对如花进行非议的折磨侵犯 才导致如花自杀 案件重新开始审理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 起诉最终还是被法院拨了回来 于是 东瓜只能和检察官面经继续调查 但没想到在一步步调查中 发现了更多不为人质的秘密 刚进娱乐圈的如花因为涉事未深 不知道圈里的黑暗 就和公司签订了不平等的合同 本以为他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谁是经纪人的机会 居然是让他四处参加应酬 其实就是提供不一样的特殊服务 如花胆子小 不敢反抗 就成为了这些有钱人的玩物 虽然很无奈 但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小广告的拍摄机会 所以他选择默默忍受这一切 谁知道在一次电影拍摄中 傻逼导演临时更换剧本增加了床戏 关键是还让男演员假惜珍珠 这次经历给如花的心理上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他想要自杀 却被赶来的男演员救了 他向经纪人提出要退出娱乐圈 但是由于双方却有不平等的合同 如果违约不仅以前活动所有的收入都会吐出来 还得支付30倍的违约禁 如花只能继续被蹂躏 还得无条件服从经纪人的个人需求 在之后的一次应酬中他还得罪了某个官员 经纪人为了赔罪 于是当晚就把他当作礼物送给了官员 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 如花越来越抑郁 不久便服药自杀了 在法庭上东瓜再次给出了足以定罪的证据 但法官却根本没有判决的想法 无奈只能想新的办法 他通过网络公开案件的真相 如花生前陪睡过的人不仅有政客 各行各业的有钱有势的人员均有参与 检察官面亲请求法官赶紧判决 可法官似乎被收买 根本没有结案的想法 法官的偏袒惹怒了在座政治的法律工作者 直接把如花的日记展示在大屏幕上 在场的所有人看到日记的时候 现场一片混乱 所有人开始愤愤不平 法官无奈只好做出羞体 当这场凌辱世界曝光之后 彻底激起了公民的反抗 他们开始示威游行迫于舆论压力 最终导演和经纪人被判处有期仇刑一年 但真正的幕后官员却安然无恙 居中 这部电影太压抑了 看得人直冒火 其实这样黑暗的事情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甚至比这个寒惨 不得不说 韩国电影真敢拍 牛逼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完了 喜欢记得关注哦 那么大 再见 再见 再见